但是呢 连续的做客的比赛啊 艰苦赛程 使得这支球队的最近成绩并不理想 已经是遭遇到了三连半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他们是客场1比2 输给了杭州绿城队 不过在本赛季初的时候 当时的鲁能大球场启用的时候进行了一场 友谊赛 叫做新赛季的深度鲁能的亚象赛 在那场比赛当中呢 鲁能对手恰恰就是上海中亚队 结果呢 双方是打成了平均 这场比赛呢 是两支球队在今年的中超联赛当中的第一次正式的碰面 相信啊 今天晚上山东股东队坐镇主场的 呃 这个成绩呢 一定不会太差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山东股东队刚刚是3比0 赢得了7路得比 应该说全队士气正望 在联赛开始之后呢 球队的状态呢 也慢慢的调整出来了 从实力上来讲 应该说鲁能还是在上海东亚队之上 我们现在盖鲁能队这次用路进步 吕征 加球闯到出路 韩鹏呢 在倚住对方后卫的情况下呢 想把球坐回来 在几区外 安塔尔在和对方进行拼抢 这个球呢 上海东亚队还是断掉了 中路拿球阻止反击 我们这个防线啊 整体的这个防守啊 还是比上赛季 有了非常幅度的提升 现在的防守呢 在大部分的产次 大部分的情况下呢 还是让人非常的放心 今天呢 天气不错 全程济南呢 从这个昨天晚上开始呢 是 下起了小雨 所以呢 空气是非常的清新 尤其是在这个傍晚 空气凉爽 而且大家呢 来到球场看球的这个心情啊 相信也是非常的美 希望今天这场比赛 山东鲁能队带给大家一个理想的结果 老板说 在禁区外的远射 这条盛门呢 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堵住了 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 山东鲁能队 今天守门员是12号 董晓峰 在和对线上累积黄牌停赛的正争 今天是复出了 出现在首发左后背的位置上 而首发的右边后卫呢 是红盘停赛结束之后的11号 王头 鲁能队又是攻到对方的进区辅进 绿征准备拿球内切的时候呢 这个球是被对方呢 铲出了底线 鲁能队获得脚球 山东鲁能队在中国的位置上反正来是队长 刘亭东和4号麦克罗文 中场已经缺席了几场比赛的6号核心 周海斌终于是回到了首发阵容 那么与他搭档呢 仍然是18号安达尔 分局两侧的分裂是8号王领托和24号吕征 两名前锋 老价9号韩鹏领衔 搭档他的是这个赛季重金引进的39号杨旭 韩鹏呢 在上场比赛呢 是没开二度 是证明了他的价值 这场比赛呢 仍然是两名中锋连倍出场 脚球由吕征来开 看到猪鹏 韩鹏在与对方进行针顶的这个球是被对方的球员顶住底线 主动队继续开脚球 王领托接到战乎角球 没有射门 而是选择将球挑向后点 东亚队断球之后 组织反击 两次反击也都在中场附近 山东鲁龙队就解决问题 刚才拿球反击的是上海东亚队的12号吕文君 那么在这支球队当中啊 有铁三角 分别是12号吕文君 10号朱征龙 以及7号吴磊 但是今天呢 他们的头号射手吴磊啊 居然是坐在tip席上 没有首发 不知道这个徐根宝和高红波 这个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样 也有可能呢 他认为鲁能队会对吴磊呢 进行这个重点的战术布置 进行重点的安排 所以故意的先让吴磊在下面看 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拍照场 一打乱这个鲁龙队整体的这个防守的布局 吴磊呢 在今年的联赛当中啊 射手榜上是位列前茅 而且是上海东亚队的头号射手 后试节就一直阶 在后 我会想体验 或者是再赢上海东 要罚 좆行 这个阶 ayr借鞋的官僚 也在视频上露业的时候 已经 rez益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麦克格文就交给右边会位王彤 王彤这个球传的一图太明显 李宗盛已经是被对方贴身的防顾 我们再次在中场附近钻球 韩彤把球交给右路 王永坡想要用一个低瓶球 传到对方的进区内 这个球可惜没有缠过去 安塔尔在中场拼抢的时候 有一个灯榻的动作 上海客压队的发球发的还是很快 古能队在防守的时候呢 是放倒了对方的外援9号卡比萨斯 上海东亚的定位球呢 一般都是由12号吕文君来打 他的这个任意球的脚法也是非常的出色 在上一轮啊 上海东亚队客场打杭州绿城的时候 虽然球队是一比二输了 但是唯一的一个进球呢 就是来自于吕文君的任意球 当时他的任意球呢 是击中了对方球门的门框 弹出来之后 由这个其他的队员在门前捕射得分 所以我这次的任意球呢 是由9号卡比萨斯来罚的 这个球是大天了 天的还比较多 吕文君呢 只是虚晃了一下 今天的这个上海东亚队的阵型了 可以看作是一个442和这个4231这样一个辩证 那么门将呢是22号孙乐 在后卫线上啊 左边后卫是18号孙凯 右边后卫2号李运秋 左中卫是21号一般 右中卫是25号阿多 双后腰是6号蔡惠康居左 5号汪家杰居右 那么两个前锋10号朱正荣稍微拖后一点 9号卡比萨斯突前 那么如果10号朱正荣看作一个前腰的话 那么左边路的4号王申超和右边的12号吕文君 可以看作是两个边锋 那么这是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 那么当防守的时候呢 突在前面9号卡比萨斯向后一撤 两名前锋的是平行站位 两个边锋落回来变成442的这样一个阵型 从这个开场这段时间来看呢 上海东亚队的9号卡比萨斯 他的个人能力啊 比较普通啊 并不像这个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 外援前锋啊 尤其是这个黑人选手 身体强壮速度很快 个人能力非常突出 那么相对来说呢上海东亚队 应该说他的这个整个外援的引进 好像目前的高红波 包括这个徐宾宝呢 也都不太满意 目前这支球队呢 可能酝酿着在这个二次转会的时候呢 要调整外援 要动会吗 要动会写 啊 这支球队呢 应该说是 蕴含了老帅徐根宝 很大的心血 徐根宝呢 在这个上海的重庭岛 基地当中十年磨一剑 打造了这样的一支球队 而在这支球队当中 虽然说球员都比较年轻 但是个个呢都是天才球选 尤其是很多人呢 都入选过国少队和这个国青队 所以说整体的这个作战能力啊 也并不弱 对于鲁能来说呢 今天这场比赛 虽然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最近球队的状态不错 但是也不能够太大意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 在鲁能大球场 那么鲁能俱乐部呢 赵力是举行了赛前的活动 球迷活动第一季的 第六期 叫做鲁能制造 那么在赛前呢 我们见到了刚刚夺得了 耐克杯冠军的鲁能 优15队的全体队员 他们的这种表现 用实际行动 让球迷们感到放心 鲁能的未来 后继有人 而且呢在不久之后 2013年度的 维防杯的比赛呢 即将打响 那么作为维防杯的形象代表 吴行涵 当年呢他也是 代表鲁能优15队 获得过耐克杯的冠军 那么也是热情的邀请球迷 在V方杯期间呢 是赶到V方 来观看这样的比赛 为球队加油助威 其实呢 上海东亚队 刚才我们介绍了 这支球队呢 是蕴含了徐云宝 十年的心血 队伍当中呢 有很多的这个 年轻有为的精英 而鲁能队 何尝不是如此 现在呢 球队的骨干力量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 鲁能的清晋系统 这是毫无争议的 当之无愧的 中国的名牌 据我们了解呢 今年的这个维防杯呢 国外的有名的俱乐部 邀请到了这个 葡萄牙的波尔图 包括这个墨西哥的 瓜达拉哈拉 支华市队 那么在去年的 维防杯的比赛当中呢 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队呢 是获得了冠军 另外呢 还有这个朝鲜国庆队 还有 蒙古国庆队 中国国庆队 等等球队 包括鲁能的U19队 希望呢 通过今年的 维防杯的比赛呢 能够有更多的 青年才俊 展露头角 看一下鲁能这次进锅 吕正在右路拿球 回座一下 这个球给他稍稍小了一些 周海斌在比想 犯规了 帮哥 帮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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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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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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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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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对方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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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正正 正正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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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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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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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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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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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